换背景的工作流 解决的问题就是像我们经常换背景会出现这种边缘跟背景融合度的问题 这个工作流解决的就是通过这个工作流 把这个图现的背景换掉的话 它就会非常完美 我这边换一个对比 比如这是原图我把背景换掉 这个头发丝什么都还在 但是融合度非常完美 不会出现这个抠图这样子的锯齿啊什么之类的 它主要就是通过一个线稿再去控制它边缘不变 主要是这一点 其他就没什么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细节 如果有头发的话 这个边缘要放大到 扩边到30比较大一点 让它自由的去融合 如果太小的话 边缘它就不会这么完美的融合 等一下我会展示如果不用这种工作流的模式去替换背景产生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线稿是把这张图比如说你这边扩边了30% 头发是融合但是衣服它不会所以用这个线稿控制它这个衣服位置 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这边我都有闲细的介绍这个注解这个作用 这个也有都有闲细的一些实用注解这个我怕忘记不会用 我就都逐游在这 这个漫画现稿是反现广来实用 只是让它 不是为了让它生成而是让它控制 位置而已 所以它是反现广来用的 好 下面展示一下 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它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把这个改成莫恩 这个也改成莫恩 普通生成的话就是没有这一步去控制 没有这个去提高扩边的效果 没有去约束它的外观 比如我看扣出来的话边缘是这样子的 很不完美 然后它也会直接就在这种一边这样子 边缘蛮七八糟的 非常不完美 这个时候如果你去 因为它这个去控制的话 比如说我也把它扩边到三十 其实还是解决不来这个问题 虽然它头发可能会解决 像这个会解决一点点 头发会解决稍微正常一点 融合到背景里 但是衣服就又不正常 因为它没有用线稿去控制的话 它已经被你用这个去拆剪掉 所以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替换背景 等于是抠图的边缘处理 这个可以理解为修复 它不一定只是干这个换背景而已 它也可以重新生成图片 在某个区域去生成 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这个 线稿去控制的话 它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边缘什么问题都会解决 这个现在说进去 百分之三十 它就傻傻的 真的就这样子说进去 所以这个是解决不了 边缘无合的问题 加上这个线稿去控制的话 就很完美的解决了 再一细一遍 这个线稿主要解决的就是图片 边缘融合的问题 它不一定只是替换背景 它也可以是生成图片 通过线稿的控制 这个衣服的边缘都正常 就非常正常的 但是它不是说硬斑斑的去控制 它只是 你可以控制这个 调整这个权重 不用硬斑斑的 调整点了就可以了 不用倒一 那么硬斑斑的 就给它一点 自由花费的空间 它就会把这个边缘 融合到非常完美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 我是分享在我的 大家如果不想安装的话 可以直接用端老云的镜线点开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最新的工作人员 图片替换背景 这一个工作人员 那你直接点开就可以使用 如果看不到这个最新的这些工作人员 那说明平台还没更新到最新版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我的笔记里面 在这图线换背景 边有这些节点 安装 还有简单的一张 工作人员图片 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下载 你就可以从这边下载 打开我这边工作人员 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这两个节点即可 模型就不用安装了 因为我已经都提前都安装好了 这就是使用在线的一个优势吧 你只需安装两个节点 其他模型全都有 或者这些什么插接模型全都有了 就不需要去安装这些东西 就只要安装这两个节点 一个是这个不需要什么大模型 这个只是一个普通节点 这也只是一个普通节点 好那这期就到这 大家去玩吧 大家去玩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